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住的龙华小区 为什么来呢 那多新鲜呢 当妈的来女儿家还需要理由吗 不过王女士这趟来啊 还真是有理由 因为之前一整天都联系不上女儿 打她手机吧 一直是关机状态 这心里边啊 总觉得不踏实 住的呢也不远 就过来看看吧 这李莹呢 已经是一位准新娘了 就还没结婚呢 再过几天呢 就该办婚礼了 结过婚的朋友应该都有感受 筹备婚礼啊 是一件特别繁琐 特别累的事 就自己受罪 想着给亲戚朋友们看 但亲戚朋友们呢 其实人也不惜的看 人不愿意看 就想着什么时候赶紧上菜 赶紧吃饭 我看你在哪儿秀恩爱干什么呀 又换戒指 又什么说誓言的 你自个儿加起 被窝里边俩人搂着说去呗 不过就是这样 尽管这边嫌累 懒得弄 那边呢 也嫌吃不上饭 懒得看 但是总得有这么一个流程 王女士就琢磨着 是不是小营 这筹备婚礼的事 再加上上班的事 折腾的太累了呀 看看去吧 有能搭上把手的 就跟着忙活忙活 打开了龙华小区 20号楼406房门 一进到自己女儿李营的家里 这王女士就感觉 什么味啊这是啊 广西啊 吃辣很厉害 一闻就是辣椒酱的味道 王女士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啊 怎么这么重的辣椒酱的味呢 这要照平时 家里边也就买个一罐两罐的 吃完之后把盖一拧上 没这么大味啊 怎么回事啊 小营 小营 一边喊着女儿的名字 一边就往里走 甭管怎么喊 也没人答应她 越往那卧室走啊 这骨子辣酱的 刺激的味道就越重 到了卧室门前边 那房门没关上 是扮演着的 从这门缝里 往里这么一看 王女士是目瞪口袋 紧跟着一把把这门 可就推开了 要按平时啊 自己的女儿李莹可爱干净了 床上甭管什么时候看 整整齐齐 可这一回 看见好好的昏床上 撒满了辣椒酱和食盐 怪不得闻到那么重的辣椒酱的味呢 撒这么多辣椒酱干什么呀 再看旁边吧 还有两个碎掉的玻璃罐 一个罐呢 是成辣酱的 一个罐呢 是成盐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两块血迹 这两块血迹 把下边这席梦斯床垫都染红了 王女士这么一看完了 出了大事了 赶紧吧 到处找女儿 当她来到卫生间门口的时候 这一下子是昏飞魄散 就看女儿李莹啊 赤身裸体 什么衣服也没穿 被一床床单裹着 就在这卫生间呢 早就断了气了 没有呼吸了 王女士当时哗啦一声 就感觉头晕目眩 到底怎么回事 冷静下来之后 立刻拨打了110 报警电话 警方一接起来 王女士在那边是连哭带汗 我的女儿死在家里了 警方啊 立刻赶到现场 技术人员 狠检人员 法医都去了 发现死者呢 头朝外 羊脸 躺在卫生间门口呢 赤身裸体 后背啊 有多处瘀痕 颈部 还有一条丝巾 死死的勒着呢 法医经过初步尸检认定 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 也就是被人勒死的 死亡时间不超过48小时 通过进一步尸检 还发现死者生前有过性行为 有这种被人先奸后杀的可能性 到底凶手是谁 警方啊 立刻开始调查死者李莹 李莹呢 长得很漂亮 24岁 生前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出纳 根据他妈妈王女士说 再有几天 就是李莹新婚大喜的日子了 两家人都忙活着 男方也得忙活 女方也得忙活 这套房子呢 是李莹家人 专门给李莹买的婚房 平时就李莹一个人住这 也正因为如此 李莹被人杀害之后 没有被人及时发现 是自己的母亲 前一天联系了一天 联系不上第二天过来 这才看见的 李莹啊 家境也不错 受到的教育呢 也不错 性格啊 活泼开朗的这么一姑娘 从小到大 在学校里边这都是班花 甚至啊 好些个人都拿李莹当笑话 这么一个优秀的漂亮的姑娘 怎么突然就罗死在家里呢 体内还被检测出了男人的精斑 这是惨不忍睹啊 除此之外 警方有很多问题闹不明白 这起案子处处透着古怪 第一 卧室的床上 为什么洒满了辣椒酱和食盐 第二 床上有大量的血迹 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吧 但为什么死者李莹的尸体是在卫生间门口的 第三 现场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有没有可能是入室盗窃 第四 大门又是完好的 没有暴力破坏的痕迹 那这人是怎么进来的 同时啊 通过尸检 李莹身体上 尤其后背不是有多处愈痕吗 这说明 生前曾经和犯罪嫌疑人进行过搏斗 那么既然进行过搏斗 动静一定小不了 你想啊 都出了人命了 动静还能小得了吗 那找周围邻居了解了解吧 现在都是住楼房 楼房隔音也都不怎么样对吧 可走访了一圈 大伙都说没听见什么动静啊 这就奇了怪了呀 照理说 如果是入室盗窃或者抢劫 李莹看到嫌疑人的第一眼 就应该大声呼救 你谁啊 干什么来的 救命啊 对吧 通常是这么几句话吧 但是邻居都没听到 也就是说他没有第一时间呼救 还有啊 床上有辣椒酱 那么死者的身体上应该也有吧 但是死者李莹身体上很干净 并没有 法医尸检认为尸体表面又被刻意的清洗过 显然这是凶手干子 把人杀死了 还帮他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身体 无论是从没有呼救这个角度来看 还是从杀完人之后清洗身体这个角度来看 似乎凶手应该是一个认识李莹的 甚至是和李莹非常熟悉的人 在随后的现场勘察之中 警方又有了重要发现 发现卧室阳台外边有攀爬痕迹 哎呦 身手够灵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不是住二楼 他是住四楼 要顺着管道往上爬 从一楼爬到四楼 那这身手很矫健的 一般人他不敢呢 万一掉下去呢 四楼掉下去 基本上这命也差不多没了呀 看到这攀爬痕迹之后 基本上嫌疑人是如何进入房间的 这就被确定了 这个人应该是月黑风高 乌起麻黑 黑黑压压的 摸着痕就偷偷的爬进了李莹的卧室 为什么这个点爬进李莹卧室 他至少知道李莹的作息时间 这个人到底是谁 随后警方就问李莹的母亲 李莹平时有没有什么矛盾呢 纠纷呢 仇怨呢 这时候王女士说了 我知道是谁 我女儿一定是被她害的 她不是别人 是林强 那林强又是谁呢 这林强啊 是李莹的前夫 您各位又该说了 怎么着 24岁的姑娘 这不要结婚吗 这不没结呢吗 怎么还有前夫啊 李莹啊 这次结婚不是初婚了 之前呢 有过一段非常非常短暂的婚姻 李莹和林强呢 是高中同学 李莹上学的时候长得又漂亮 又狗狗又丢丢 家境条件也挺好 在学校里边一直是风云人物 说整个校园 谁不知道 校花李莹啊 男孩子们喜欢她的 你就排去吧 你能排出一个班来 而林强呢 家庭条件一般 和李莹家的条件呢 还比较悬殊 正因为如此 俩人谈恋爱之后 李莹的家人是强烈的反对 刚毕业 一进入社会 李莹呢 就在家人的安排之下 进入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出纳 工资待遇都挺好 林强呢 又没什么正儿八经工作 可以说啊 没有事业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俩人差距这就越来越大呀 不过呀 人家俩是初恋 初恋这感情能一样吗 我爱你 你爱我 纯真的爱情 就在这纯真的爱情之下 不顾家人反对 结了婚了 可是 结婚毕竟跟谈恋爱不一样啊 过了半年吧 李莹突然提出了离婚 到底为什么要离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李莹和林强 结婚也就半年左右 突然又离婚了 那为什么要离呢 这王女士问了好多回 李莹也不说 所以一直是一个谜 大家谁都不知道为什么离 总之就是离了 王女士就认为一定是林强 嫉妒前妻又要结婚 因爱生恨或者因继生恨 这才动了杀心 那这事儿真是这样吗 找林强问问吧 警方立刻拨打林强电话 结果听筒那头传来的是 您拨打的用户一关机 关机了 平白无故 为什么关机啊 接下来两天 想去林强家找他吧 找不着 不见踪影 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 那这种种迹象 都表明他很可能是畏罪前逃啊 各位 要想着确定凶手 警方可还有证据之王呢 公认的证据之王 就是DNA 在李营体内残存着凶手的经班 那么一查就查出来呀 案发第三天 这警方千方百计之下 想尽一切办法 终于找到了林强的下落 把林强找过来 提取血液进行DNA比对 比对结果很快出来了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之前一直认为是林强 李营的妈妈王女士 都认为就是林强 又不关机 又人间蒸发玩失踪的 那种种迹象表明就是他 怎么这一对比比不中呢 也就是说 当天晚上强奸杀害李营的 另有其人 不是他的前夫林强啊 另外啊 王女士说 李营平时呢 都有随身背的包 也有钱包 可是在现场找吧 李营的手机钱包都不见了 屋子里边也被人翻动过 看来这凶手还不光是为色 更是为财 于是警方扩大了案发现场的搜查范围 在距离楼道30米远的草丛里 警方发现了一张带血的银行卡 经过化验血迹 证实这血就是死者李营的 既然出现银行卡了 那犯罪嫌疑人拿了卡 会不会去取钱呢 警方立刻调取了附近银行的监控录像 很快真有了发现了 3月20号凌晨3点多 一名男子使用李营的银行卡通过ATM机取走了5000块钱 监控的确拍到了这名男子的面部 但是这ATM机上那摄像头像素可低了 画面特别模糊 所以根本就看不清长什么模样 怎么样才能搞清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呢 不过是这样的情况 给咱们一张陌生人的像素很低的照片 我们肯定辨认不出来没演什么样 但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人 甚至是很熟悉这个人的话 那你这像素再模糊 我们凭借大致轮廓 也能够迅速认出是谁 民警呢 就找来了王女士 王女士看了半天 哎呀 这人面熟 我应该是见过 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了 哎 果然这嫌疑人 应该是死者生前的熟人 不过光靠面熟也不行啊 你得知道他到底是谁呀 接下来呢 警方又找了李莹的同学同事们协助辩认 这时候李莹的一个高中同学一看照片 这不高宇吗 我们同班同学呀 同班同学 高宇好家伙 追查了半天 终于这身份是露出水面了 尽管说女同学一眼认出来照片里的人是高宇 但是紧跟着这女同学说他不可能杀人 绝对不可能 那这高宇跟李莹又是什么关系呢 咱们之前总说李莹是校花 在高中时期 好些个男孩子喜欢他 追求他 追求他的是一波 喜欢他的要比追求他的这一波范围更大 因为这里边包括那些暗恋的 高宇呢 就属于暗恋这一波里边的 这个人呢 性格很内向 老好人一个 特别老实 挺朴实 挺忠厚这么一人 从来没干过违法乱计的事 全班人啊 都知道高宇喜欢李莹 但是高宇就没明明白白的 痛痛快快的说出来过 大伙也知道李莹不可能看得上高宇 俩人呢 可以说永远没有机会啊 高中毕业十多年了 根据同学们的说法 这高宇对李莹啊 还是念念不忘 甚至女朋友都没交过 高宇这么一个爱李莹 爱到骨子里的人 哪怕十多年都见不着 依然放不下的人 他怎么会忍心杀害李莹呢 但不管怎么说 证据骗不了人呢 取钱的就是高宇啊 3月24号 警方顺利抓获了高宇 抓他的时候啊 高宇身上穿的 还是和监控里拍下来的 一模一样的一套衣服 最后DNA检测 一对比 完全吻合 高宇就是凶手 尽管大家不愿意相信 但不得不相信 高宇是凶手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要杀害李莹 真是求而不得产生怨恨吗 高宇说呀 我还一直珍藏着 我们高中时候的毕业照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我和我心里女神的 唯一的一张合照 那时候我就喜欢她 但我不敢说 我就压抑着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 我知道我配不上她 可是就在几年前 我听说了一件事情 完全让我无法接受 让我很愤怒 她居然嫁给了林强 林强 并不出冲啊 她没有比我强啊 她跟我没什么区别啊 李莹为什么会选择她呢 我就很后悔 我如果早点跟李莹表白了 我也勇敢地追求她了 是不是我也能得到李莹呢 我很愤怒 我恨林强 为什么 我也恨我自己 为什么 直到一年多之前 这高宇啊 再一次得知李莹的消息 居然是跟林强离婚了 哎呀 听到这消息之后 这高宇心里边 甭提多痛快了呀 今天天气好晴朗 灵儿响叮当 响叮当 就这么个心情 但是呢 她也没采取实际行动 直到半年之前 让高宇更开心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李莹的婚房 就买在她家阳台对面的那个小区 她呀 能够在阳台上 就窥见李莹的一举一动 等于也是天天 跟自己的女神待在一起了 高宇就感觉 行 这辈子了无遗憾了 一开始啊 是暗恋 时间长了 其实就变成执念了 感觉李莹天天 一个人独来独往 高宇就感觉 尽管不是我的 但她也不是别人的 心里能接受得了 直到有一天 又听说李莹怎么着 再婚 又要结婚 新娘要结婚 新郎不是我呀 这是无数男生 心里最痛苦的感受之一 高宇本身性格极度的偏执 没法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在3月20号凌晨 趁着夜色就爬进了李莹的家里 她用随身带的绳子 把熟睡中的李莹捆绑起来 逼着李莹说出银行卡密码 由于李莹的反抗 她又用装盐和装辣椒酱的玻璃瓶 击打李莹头部 还用刀狠狠的刺了过去 问出了银行卡密码 前往银行取了钱 再次返回李莹房子里 丧心病狂的强奸了李莹 作案时的高宇 就感觉是处于一种 极度兴奋 极度愉悦的状态之中 当时她的感受就是 这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女人 也是我一辈子没法得到的女人 她能够死在我的手下 对我来说就是最痛快的事情 这是我对她的爱 这叫什么 这叫变态 高宇杀害李莹之后 又感觉自己的女神身上都是血 都是辣椒酱 不是自己那个完美女神的形象了 这才拖到卫生间仔细的清洗 清洗之后 这才离开 十年的暗恋 让这个心里原本就不太正常的男人 更不正常了 她的这种情感已经是畸形了 已经是变态了 她无法忍受对方嫁给别人 又自卑的不敢表白 甚至李莹可能都不知道高宇喜欢她 甚至李莹可能都忘了高宇这个人的存在 就因为这种执念 因为这种变态的爱 所谓的变态的爱 做出了强奸杀人的罪行 最终高宇被发怨 依法判处死刑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再说一个发生在卢州市的案子 这一天 在卢州市龙马潭区郊区的一个竹林深处 大伙听到一声尖叫 一个村民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村民呢 看着刚刚干活时 发现的一个白花花的头骨 愣了好一会儿 赶紧拿起手机报了警 民警赶来之后 对现场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附近就是解放前处置犯人的地方 大家都把这叫做乱坟岗 所以因为害怕 这附近很少有人过来 这片竹林呢 是这个村民呢 私人所有的 他平时住在城里 很少来竹林 警方起初怀疑 这头骨是不是解放前处置的犯人遗骨 但很快 这个想法就排除了 如果是犯人遗骨 那应该穿的是解放前民国时期的衣服 可这个死者穿的衣服是现代的 一名细心的警员随后发现 尸骨上覆盖的叶子都带着树枝 明显这些叶子是人为从树上掰下来的 并不是落叶 而且尸骨埋得不深 这应该就是作案现场 凶手杀死受害者之后 匆匆忙忙的掩盖了尸体 警方把尸骨挖出来之后发现 这是一名女性的尸骨 经过检测 年龄在40岁左右 头部被类似锤子的钝器所伤 上衣还完整的穿在身上 但是裤子却不见了 可奇怪的是啊 袜子还在 难道死者是被先奸后杀的吗 那死者的裤子又去哪了呢 在案发现场 没有发现死者的裤子 凶手肯定不会把死者的裤子带回家 应该会就近销毁才对 想到这儿 民警开始在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裤子没搜到 却在附近找到了半截断裂的梳子 梳子看上去很廉价 再结合死者身上朴素的衣服 可以判断出 死者就是普通的农村妇女 家庭条件并不好 民警开始在竹林附近的村庄 排查失踪的中年妇女 并没有发现失踪人口 而失踪的裤子和那半截梳子都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就在办案人员焦头烂额的时候 一位民警在下山的小路上找到了另外半截梳子 由此看出凶手是从这条小路下山的 在此同时 细心的民警发现附近有一个粪池 那会不会凶手把裤子扔进了粪池呢 随后啊 民警找来粪池的主人就问 老乡啊 最近有没有在粪池里发现什么东西呢 这位老乡皱着没努力的回忆着 哎呀 这粪池里边除了粪呢 还能有啥东西啊 就在民警们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老乡说 哎呦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呢 倒是唠叨过一条裤子 老乡的话证实了警方的猜想 进而对粪池展开进一步侦查 侦查之后 警方在粪池里找到了一个完全破碎的白色手机 虽然手机碎了 但手机卡还是好的呀 这个发现让大家离真相又进了一步 对手机卡进行调查之后 警方得知手机卡的主人叫罗玉琴 41岁 这和死者的信息高度吻合 但并不能确定这就是死者的手机 根据基础信息 警方找到了罗玉琴的父母 询问罗玉琴的消息 罗玉琴的父亲说 闺女嫁到了古令县 也不怎么回家 都是打电话联系 但这半年呢 没打过电话 根据罗玉琴父亲和哥哥的DNA 以及死者DNA的比对 证明了死者就是罗玉琴 并且罗玉琴父亲说的失踪时间和尸骨的死亡时间一致 那么罗玉琴为什么会死在竹林里呢 警方根据罗玉琴父亲提供的信息 去了古令县丹桂镇罗玉琴的家里 找到了罗玉琴的丈夫陈刚 陈刚啊 得知妻子遇害的消息之后 并没有很悲痛 反而非常冷静的回答了民警的问题 民警就问陈刚 你妻子失踪这么长时间了 你为什么不报案呢 陈刚就说了 我们夫妻感情也不好 而且早就分居了 他跟人跑了 给我留了纸条 他一边说 一边起身 把纸条拿到了民警面前 一共是两张纸条 一张纸条是以罗玉琴的口文写的 写着我走了 三个孩子听话 不要找我 另一个纸条上写着 我是卢州人 我带罗玉琴去了广州 他和大老板跑了 我回来了 花了大价钱 给你通的消息 这两张纸条 让民警对陈刚产生了怀疑 这么长时间 还能留着这两张纸条 而且回答问题非常从容 这项是有所准备 但经过调查 发现陈刚啊 并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了丈夫陈刚 文献人也是四十出头 民警把丁福友带到派出所之后 丁福友神色慌张的态度 让民警产生了怀疑 警方开始对丁福友审问 丁福友呢 总是支支吾吾 顾左右而言他 但没过多久 心里防线就溃不成军了 丁福友告诉民警说 是王光敏杀了罗玉琴 民警们一听头都大了呀 这这这怎么又冒出来个人呢 这王光敏又是谁呀 为什么他要杀了罗玉琴呢 根据丁福友的交代 这个王光敏就是罗玉琴通话记录里的黄粮 接下来丁福友交代的事情 让民警们都惊掉了下巴 丁福友和王光敏是在麻将馆认识的 虽然俩人都各自有家庭 但两个人呢 还是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而王光敏这个人呢 好色成性 又在麻将馆里边认识了罗玉琴 也和罗玉琴不清不楚 听到这儿 民警们猜测 难道是情人之间争风吃醋 丁福友怂恿王光敏杀害罗玉琴吗 接着丁福友又说出了更离谱的事 罗玉琴和陈刚啊 感情不和 早就分居了 却没离婚 俩人呢生了仨孩子 分居后的罗玉琴 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三个孩子的日常起居 而这个保姆就是丁福友 丁福友性格温柔 时间一长 就跟陈刚有了感情了 索性搬进了陈刚家里 而罗玉琴得知丁福友搬进自己家里的时候 非常生气 感觉他纠战雀巢啊 于是找到丁福友威胁他说 你赶紧搬走 要不然我弄死你 我把你的娃娃也给弄死 听了这话 丁福友心里害怕 怕罗玉琴真去害自己孩子 但害怕之后转念一想 那我就先下手围墙呗 让你没有机会啊 随后丁福友找来了王光敏 对王光敏说 你帮我杀了罗玉琴 我还跟你好 要不然呢 咱俩就拉倒 王光敏虽然和丁福友 罗玉琴都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但他的天平还是偏向了丁福友 有点舍不得跟丁福友断了关系 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了 这一天呢 王光敏约着罗玉琴去竹林优惠 发生完性关系之后 用锤子把罗玉琴就打死了 并且把尸体就地掩埋 警方随后对王光敏进行逮捕 王光敏落网之后 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王光敏因为故意杀人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丁福友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各自有家庭的四个人 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复杂关系 他们的这种关系复杂到什么程度 复杂到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的 每个人呢 都把自己的婚姻当做儿戏 谈一时之欢 他们的事情啊 也正验证了那句老话 世欲者竹祸之马呀